新的眾議院上台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 通過了救助墮胎生還的嬰兒 就是如果在墮胎中心裡面的婦女 不幸的把孩子生下來了 已經不是瘦精卵了 已經不是胎兒了 是已經在手術台上面在呼吸的嬰兒 那麼醫院醫生就有義務要拯救這位嬰兒 很合理吧 我們來看一下NBC的報導 我們現在要留下了一個私報價格要求救助防水準 因為CAP他現在在家的病毒開師 他在我身上是中醫治的人 是一組的人去做法治人的病毒 還會被暖 fim的病毒 而是一組的病毒 那是一組合法治人的確保 保障疫力的原因 那些兩款問題 美國政府是這些問題 香港人的病毒 沒有按照的病毒 有兩者是在出向 特首選考的確保 Democrats have a slim majority they're almost certainly going to vote no on all those bills so you may be thinking what's the point of the house you've been bringing this stuff up if it's not going to go anywhere they're called messaging bills it's about making a point come 2024 about where the parties stand on these issues 我实在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人这么恶心 我不用担心 OK 众议院说我们不能再杀婴儿了 但是到了参议院 我们就可以继续杀婴儿啦 这个通过对于我们杀婴儿 一点影响都没有 这个Born Alive Abortion Survivor Protection Act 会要求这些医护人员 必须提供这些堕胎的生还下来的婴儿 有必要的医疗措施 如果没有执行的话 就会要罚款 或是必须进监狱 最高到五年 这个法案也包含了 民事救济金 那位堕胎失败的母亲 不但要保护出生的幸存者 也要保护那个女人 让她可以有能力的去当一个母亲 等于说这个法案并不是在禁止堕胎的权利 而是在禁止杀婴儿 保护已经出生的婴儿 这个法案最后当然是通过了众议院 但是跟上一个法案一样 几乎所有的民主党的人都投了反对票 所以这些人 我个人认为他们已经不算是人了 这些恶魔 不但支持火烧孕妇中心 还支持杀死堕胎的幸存者这些婴儿 那其中一个他们反对的说法就是 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根本就没有人在杀婴儿 根本就没有发生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恶魔的说法 这是一个绝部的解释 这是一个绝体的例子 这是一件什么的 为什么这些人 是政策不在意外的 区别的这些政策 这是我们真正在就是 我们继续发这个东西 写权这种事件 在这一刻的状况 并不是在这些时候 并不是婶奸家里 result 并不是一类的 而那病毒女生 就是现在没做式 今天不是一类的 今天不是明天 不是十年前 养不是一类的 天年代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谎话 堕胎诊所自己的代表都自己说 他们不排除杀婴儿这个选项 我们不要忘记之前的一个案子 Alisa Lepont Snow 她是一位Plan Parenthood的堕胎中心的税客 在2013年的时候在佛州的法院作证 你或许之前就已经看过这个影片了 我之前看过但是我当时不是基督徒 而且我也不反对堕胎当时 不过这个案件让我想起来 我对于堕胎的行为的观感改变 这位堕胎中心的这个税客被问到说 如果小孩在堕胎的过程当中生还了 那么堕胎诊所应该要怎么做 让我们重新回忆一下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会让你回答一下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not a physician but you do represent some physicians who do perform this activity and can you tell me what happens when a baby is alive on the table at that point what do they do with the baby that is struggling to live you're recognized I don't know and as it's been referenced earlier you know we don't know even how prevalent this situation is yes and the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baby that is a man and it's been the same and it's been the same. 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 他会说 当然啊 这个是个人 在呼吸 医生的使命就是拯救人命 他们发誓要这么做的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回答 他没有这样回答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当然没有发生 这些堕胎中心 当然会选择杀死婴儿 或者是把他放在那个地方 让那个孩子自己死掉 不管是冷死还是饿死 他们很明显的没有任何道德的底线 所以杀死婴儿也是正常的 而且他们也知道 这个堕胎中心 如果让一个小孩顺利的活着的话 会很难看 堕胎中心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杀死婴儿 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 一台救护车停在门口 然后一堆急救人员冲进去 带着这个还在呼吸的婴儿 跑送进医院去 万一被其他在等候堕胎这些妈妈 看到的话怎么办 那些妈妈会问很多堕胎中心 不想要回答的问题 而且急救这个婴儿 火速送到医院 这是一个对于婴儿的人性的框架 他有呼吸了 他是个人类 他还是个美国公民 他们最不想要承认的就是 这个小生命是个人 他们整个商业服务 就是建立在婴儿不是人的这个框架下 所以他们当然会选择更方便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然后问题就方便的解决了 而这些也是左派这些民主党 希望他们能继续做的事情 民主党众议员一个一个上台 一个一个说明他们多想要杀婴儿 一个一个在我们国家的最高殿堂说明 他们有多惊讶 有多恐惧 不能杀婴儿怎么办 不能献祭海童怎么办 说他们不但不认为 需要拯救这些堕胎的幸存者 他们还感到非常的愤怒 感觉到他们被攻击了 因为竟然会有人提出这个样子的建议 要拯救一个婴儿 这位民主党的众议员 Suzanne Bonomichi 的说法 她说这个法案是极端的 而且危险的 谢谢女主党 这个法案是极端的 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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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岁的医疗 和他们在害怕 提供生命的医疗 医疗 医疗 危险的 因为这个法案 没有允许 保护医疗 医疗 没有允许 状态 不允许 不允许 因为 Mr. Nadler 说 yeah 某层面上我是同意 他说的东西 至少一小部分 我们的确 不该让那些 杀婴儿的医生 关监狱五年 我们不应该关他们 或是罚他钱这个样子 这对我来说太夸张了 因为 杀人是要偿命的 他们应该要被杀死 杀死罪无辜 没有做任何坏事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婴儿 应该要直接判死刑 那 像他讲的东西就是 极端 极端的意思就是 超过基本道德价值观 到快到一个 无法接受的边缘 这个就是极端的解释 把人类的生命 看成是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而不是一堆垃圾 肉球 应该要丢到垃圾桶里面 对他们来说 是极端的 就是民主党人跟左派 这些支持堕胎的人的观点 另一个民主党的众议员 Jerald Natler 有一个更有趣的观点 更 实际的反对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The problem with this bill is not that it makes anything that it is not that it provides any new protection for infants the problem with this bill is that it endangers some infants by stating that that infant must immediately be brought to the hospital where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ay be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the health and survival of that infant or it may not that is the problem with this bill that is the problem with this bill it directs and mandates a certain medical care which may not be appropriate which may be endanger the life of an infant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at's why we oppose this bill 各位听到了嗎 把那个刚生出来的孩子送到医院 或许会有更大的伤害 那如果这位Jerald Natler 担心的是这个法案 没有完善的保护孩子的话 他可以提出一个修正案 这是那20个共和党人 反对McCarty换来的权利 他们可以提出修正案 让这个法案可以更保护孩子 例如像说 那个孩子必须接受任何必要的治疗 来维持生命 或者是堕胎诊所的内部 需要有急救人员 来急救生下来的孩子之类的 如果这些东西还不在法案里面的话 他可以提出修正案的 就可以更完善的保护孩子的生命了 但是这些变态 恶魔 不会想把这些东西放在法案里面 事实上就是 他们根本就不希望这个法案存在 理由很简单 就是他们不想要把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当成一个人 就连出生了 躺在那边呼吸的婴儿 他们也不想要承认他们是人 他们不把人当人看 他们非常清楚的反人类 反对生命 反对小孩 而且他们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证明 他们就是一群变态 就是一群恶魔 喔 na 有多有逊走 din 啊 那